18岁那年 他因为行凶伤人被判了六年 从他入狱的那天开始 就没有人来看过他 他的母亲手寡 如苦寒心地把他抚养长大 想不到他刚刚高中毕业 就发生这样的事情 让母亲是伤透了心 他能理解母亲有恨他的理由 入狱的那年的冬天 他收到一件毛绒衣 一脚下面绣着一朵梅花 梅花上面别着窄窄的纸条 上面写的是 好好改造 妈指望着你养老呢 这张纸条让一向坚强的他 泪流满面 这是母亲亲手 织的毛绒衣 一针一线是那么熟悉 母亲曾经对他说 一个人 要像寒冬的辣妹 越是困苦 你越要开出 不见娇艳的花朵 以后的四年里面 母亲仍然没有来看过他 但是每年冬天 他都会收到毛绒衣 还有那张纸条 为了早一天出去 他努力地改造自己 争取艰辛 果然 就在第五个年头 他被提前释放了 背着一个简单的包裹 里面所有的财物 就是那五件毛绒衣 回到了家 大门深锁 他感到很疑惑 母亲去哪了呢 转身找邻居 邻居见了他很讶异的 你不是还有一年才回来吗 大叔我妈呢 他走了 不可能 我妈才四十多岁 她怎么可能走呢 我才刚刚收起她的毛绒衣 还有那个 她寄来的字条 邻居摇摇头 带他到祖坟 一个心堆出来土球 出现在他眼前 浪子红着眼 脑筋里一片空白 他是怎么走的呢 邻居说 因为你行凶伤人 母亲借载就替伤者治疗 你进了监狱以后 你母亲便搬到李 搬到李家两百多里的 炮足工厂做工 常年都不回来 那几件毛绒衣 使你妈把你担心 托人带回来 叫我转计的 就在去年春节 工厂加班 生产炮足 不慎走火 整个厂爆炸了 里面几十个 做工的外地人呢 还有老板 老板全家人都死了 其中 你母亲就在里面 我家里还有一件毛绒衣 我本来打算 今年给你寄去的 浪子在母亲的坟前 垂胸顿足 痛哭不已 全都怪我 是我害死了母亲 我真是该下地狱 第二天 他把老屋卖了 背着六件毛绒衣的包裹 远走他乡 到外地去闯荡 一晃四年 他在城市里足 开了一家小饭馆 娶了一个 普世的女孩做妻子 饭馆生意很好 因为物美价廉 再加上他的铅盒 妻子的热情 每天凌晨三四点钟 他就出去采购 直到天亮 才把所有需要的菜 鲜肉拉回家来 没有雇人手 夫妻俩忙得像 陀螺一样的 眼睛始终是红红的 不久 一个推着三轮车的老人 来到他们的店面前 拖着背 走路一搏一搏 用手笔画着 好像想为他提供蔬菜 鲜肉 而且绝对是新鲜价格 还便宜 老人看起来像个哑巴 满脸灰尘 额角跟颜边几块 疤痕 给人很不舒服的感觉 浪子还是不顾妻子的反对 答应了下来 不知怎么的 眼前的老人 让他突然 想起了母亲 今天这一段故事 真的是非常的感性 尤其是提到母亲 全世界伟大的人 有很多 但是最不可否认的 就是母亲这一个字 这个伟大的人 不管对谁都一样 我相信 天下的母亲的心态 都是一样 一旦孩子出来以后 生命就不是自己的 生命的一部分 就是孩子 甚至大部分是孩子 其实这种话题 其实会让人很难讲下去 因为都会想到 自己的母亲这样 我的母亲 因为我也是单亲家庭 是吗 但是我母亲做最好一点是 她从来不会断掉 跟我联络 对 然后就算一年 只能见一世面 或是只能在电话里面通话 她都会五时五刻告诉我 她有多爱我 哇 很了不起 有时候那一种 心灵的陪伴 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到现在她也是 五时五刻的嘴子 我说你总都没有打电话来 好久没有听到我声音了 或是希望 到北部的时候 就会往我这边跑 就会想要 问我在哪里 吃个饭 见个面 母亲就是这个样子 什么事情都是 会先想到孩子 有时候就是听到这样的故事的时候 都会开始又在反省说 我是不是最近比较少陪妈妈 工作忙嘛 可是有时候这些其实 你等你静下来的时候 回头再想的时候 这些理由都不是理由 真的都不是理由 你再忙你都应该要抽空陪一下自己的 不要讲母亲 父母都一样 因为等到你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义无反顾的帮助你的人 绝对是你的家人 绝对是你的父母 对 他讲着讲着 各位听众朋友 是不是有开始想念自己的父母 如果这个时段 你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 你就知道 之所以要开辟 凯伦老师说故事 这个单元 我最早的一个初衷就是这样 我记得有的时候 我自己写的一些文章 或者像刚刚那一篇 是我搜集了将近有三年 在大陆的网络上 大家传给我的 我觉得一看我就感动了 其实你们有没有听出来 我只想讲了上集 下集我要留着 下一次你打开收音机 我们就听到下集 那才让你觉得 跌破眼前的感动 因为这全是真人真事的 真人真事 真人真事 所以当我们凯伦老师 说故事这个单元 其实就像马耀所说的 对大家是一个心灵的陪伴 然后就像马耀 你妈妈现在知道 你在做 搞不好轻松吧的节目 知道啊 对多好 所以知道的时候 有的时候三不五时 他想听你的声音 他很可能就守住我们频道 我们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 但是你要记得 礼拜天的时候 是凌晨12点 就当成礼拜一再播出了 对 所以我们礼拜六 是没有节目的 我们是礼拜六的凌晨的 12点到2点 播出我们整体的节目 真的 好 那个浪子回头 母爱的故事 是我定的名字 留着下一次 紧接着为大家播出 我们今天要安排一首什么歌 作为我们今天一个圆满的句号 我想到母亲的话 我最后想到一首歌曲 叫女人花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就像他讲的 就是女人就像一朵花一样 随风摇摆 然后只盼望一双温柔的手 可以抚慰他内心的寂寞 有时候就是对孩子也一样 有时候他只是想要听听孩子的话 然后他可以为你做这么多 就只是为了想要听你平安 然后听你说两句话 安慰一下他的心灵 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曲 我真的很想送给妈妈 好 借着凯伦老师说的故事 马耀的歌声 我们祝福大家平安 好眠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早早承知FC 早早余暮暮暮 William 我节节地等候 不幸的人来软 espe 我节节地等候 不幸的人来舞 in transgender 女人话随风轻轻摆倒 剧盼望有一双温柔手 能抚回我内心的记忆 我要花一朵花香满枝头 谁来真心寻放纵 花开不多时看着秩序者 女人如花花之梦 女人话摇曳在红尘中 女人话随风轻轻摆倒 只盼望有一双温柔手 能抚回我内心的记忆 女人话摇曳在红尘中 女人话随风轻轻摆倒 若是你闻过的花香满 别问我 花儿时为谁红 爱过之情众 醉过之酒浓 花开花儿时为谁红 花开花斜中失控 缘分不停留 像春风来游走 女人如花花似梦 明年明年下宫 也许多久 女人如花 不来